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2月12日 第三卷二十章 十八节弊至十九节 引用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十章九节 在信徒彼此的代祷上 基督也是唯一的中宝 主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 祂是我们的大祭司 是我们的中宝 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这新的路是用祂的血所分别为圣的 让我们伸出双手来 迎接这超过人所能策夺的恩典 这是神特别为我们所预定的 不然的话 我们的刚臂顽梗是无可推诿的 既然基督是我们来到父面前的 唯一道路唯一的门路 所以那转离此道路 离弃此门路的人 就没有路可以引他们到神面前来 神的宝座 对他们而言只有愤怒审判和恐惧 此外既然父神印证基督做我们的君王和元首 那么凡在任何地方拒绝他 或想要远离他的人 就是在尽力毁坏神自己所印记的 是自掘坟墓 这样基督被设立为唯一的中宝 借着他为我们代求 使我们能蒙天赋恩待与悦纳 圣经教导圣徒彼此代求 将彼此的得救生活仰望交托神 使徒保罗说到这些真理 但是信徒彼此代道 完全是唯独倚靠主基督的代求 一点也没有离开基督的代求 信徒彼此代道是出于彼此相爱的感情 我们在爱中甘心乐意地彼此接纳 做同一身体的肢体 更是因为我们都是连于元首主基督 所以才合为一体 因此当信徒奉基督的名彼此代道时 岂不就证明 若没有基督的代求 则没有任何祷告 对任何人会有帮助 基督的代求 并未阻碍我们在教会里 彼此的代道 反而是我们彼此代求的根源 所以我们应当记住此坚定的准则 即我们全教会里肢体一切的代道 都是以元首基督的独一代道 为依归 特别因这缘故 我们不可忘恩负义 因为神赦免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不仅允许我们为自己祷告 也允许我们彼此代道 神既然在教会中 只派我们彼此代求 若我们只为自己的需要祷告 就是自私 礼当不蒙垂听 另一方面 若有人滥用神赐给我们的代道职份 以信徒的中宝自居 遮蔽了基督的中宝职份 减低基督的荣耀 这是何等的僭越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